七號是我在網路上認識一個朋友 就是透過六度法則認識的朋友 非常有趣喔 然後他在第一次上班 可是他在... 好 幫你做文號 大家都記憶 在... 你也知道嗎 好,那... 今天有一樣就是分享我們製作網子 就是貴人之類的一面這樣子 然後我跟大家就開始說一下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文 首先我以前呢是一個 不太會演講的 我careful speaking 然後我在小學的時候呢 我朋友有說話課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朋友有說話課 那上台就是有一次我午休起來的時候 我明明知道是說話課 結果我睡過頭就是 沒有人叫我沒有私心滿了 然後Hospice也是抽籤 我第一個上去講故事 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幹嘛 然後上去講故事 我一開始就呆了30秒 老師就有無奈嗎 他說 你到底要不要講 我說我要講 那你就趕快講 然後我想說我要講什麼 啊,我今天有看一個卡通 兩隻狗 叫做小姐與流氓 所以我就講說 我要講的故事就是小姐與流氓 然後呢 這兩個就是他們是兩隻小狗 講到這邊之後 我就說你可以下去了 我會講 我會講一次 他會說 你就講一隻狗 我講得太小聲 對,然後 就 這是我第一次的說話課 所以 對於上來的這些事情 我想說 那就是一個不適合我的一件事 那 我故事就很 因為我還沒有講話 我就被趕下來了 所以其實我 一直到國中以前 我都沒有 不太會想要主刀上來講話 因為就是這個經驗關係 那 誠意老師 拜儀老師 到國中之後呢 就是我們國中老師 他就是一想天開 就是我們 模範生的推薦 那 那個推薦 就是需要有人來介紹自己班 自己的模範生 然後要在學校的場合 就是 早上集合的時候 那個生氣點的時候 然後 不曉得為什麼 他竟然選我 對 然後 就 就 就上去講 然後那一次講的經驗呢 就是 可能因為 有一點反骨的個性 就 之前 就是 講故事更加感想 所以 你知道我們一般國中生 就是講那個 推薦 我們翻身的時候 都是 文周周的 然後很正經巴骨 比如說 老師 各位同學 然後 然後 我要做一點不一樣的 所以 大家都是捧 模範生有多好多厲害啊 顏倒 我是挖模範生的缺點 但是 我把缺點的部分講比較有趣 生動 所以那一場下來之後 就是大家覺得 我的介紹是最有印象 然後 最特別 然後也是因為那一次呢 讓我發現 其實這個應該是我的舞台 所以從此就開始了我們的演講的路 那 再來 第二個是 幾乎我以前 到高中時期 我都是一個很害羞的男談 就是 很非常內心 然後 我不知道怎麼跟人家 叫朋友 就是 如果今天要跟你談談 我也 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呢 是 你的表達方式是 講中的很冷酷 所以 我不在意 所以呢 但是你又不是什麼 很帥的 你很酷啊 人家就不會理你這樣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內心很孤單 然後是 我不知道怎麼跟人家互動 然後人家就覺得 我這個人就是 陰沉陰沉的這樣子 那 一直 就是 還有加上 就是 我的家庭背景 沒關係 是我 我從小的 我媽就跟我說 就是 其實人家跟你 就是接近啊 都是有目的的 你懂 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 就是問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家長 所以呢 會讓我在 就是跟 朋友 在交流的時候 我會有常 充滿著敵意 我說他是為了什麼 目的 他就造成我交流上的障礙 那 一直到我升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 很像 我想做一些改變 然後也是 因為這個決定呢 讓我 就做了一些改變 就是我把我從以前的 觀念全部顛倒過來做 然後就發現 世界就無力了 然後 再來就是 呃 因為之前那個 過程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還蠻自卑的 然後 到大學之後 就是我轉換之後呢 欸 反省過來 很好 所以從內向到外向 這條路我都走不到了 但是 自卑人呢 他不管怎麼樣 他沒有 跟出自己的原因 那時候 他還是會自卑 他只會用另外的方式 來包裝自己 就是自大 所以呢 當你從內向 轉換到外向的時候 你不小心就會變成 很極度的自信 然後就很自感 那 呃 這個部分就會變成 一個很大的落差 然後 其實真正 呃 後來我 離心我真正自卑的原因 我個人就是 呃 以前對外貌的進行 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我長得很糟 然後 就是 我也打扮 然後就覺得說 呃 在這個部分 你很羨慕會打扮的人 然後 你又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很 很錯綜的人格 那我總會覺得 我長得很糟 就是 跟 呃 我家裡體系有關係 因為我從小我媽還跟我說 我長得很糟 所以我真的相信 我長得很糟 對 然後 就是 所以 但是有一件事情轉舊了這個 握舊了這個 這個危機就是 有一次我一個女同學 然後她看到我 我小孩 因為我身分證都沒有畫的照片 她是 非常小學的那個照片 她看了 就說 很可愛 然後 所以因為這句話 舊了我 就這樣 在一起 沒有在一起 但是 我一直說 那一件事情 我開始比較難說 我過去對於自己的評價 或看法是有問題的 那也是因為這樣開始就是 呃 我開始 去做一些改變 這樣 那 再來就是 我唸過研究所 但實際上 我在研究所那一段期間 就是 我唸了一年我就 呃 就是離開了這樣子 那我那一年呢 大概學長姐 就覺得我是一個很笨的研究生 然後 就是 呃 很糟 然後 對 就是那一年會不知道我發生什麼事 就整個經不對勁 那 在那的過程裡頭 就 反正你會覺得我是一個很 很 沒有羅西思考的人 對 那 主要原因是因為 呃 你走上了一條不屬於你自己的路 就是其實 升學不是我的方向 然後 呃 就是也是因為家人的期待 所以我就去升學 然後 其實 在這種格格布布的情況下 你會表現 就不像你自己 那 講那麼多的是 呃 其實 種種 照就現在 我覺得 過去這些東西 它都是一個 轉機啦 那 或許 你可以重新審視一下自己 然後對於 過去自己 對自己的判斷 或許 你可以嘗試做一些改變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結果這樣子 好 就這樣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九分鐘的分享 只有 到我這邊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本來還有一位啦 就是 就是 因為要說 考慮到大家會後還有一些交流的時間 那這邊是 場地的關係 所以 那這邊的暫時報 好之後 欸 接下來就是大家還可以繼續交流 然後這個場地可以使用到 10點 半 對 那就是大家會包括時間 就是剛剛還沒有聊還可以繼續聊 還有就是 如果你覺得我們正常活動不錯 那你也有收穫的人 我們歡迎我們下次來的時候 可以多帶朋友來參加 因為這舞台就是 有越多人參加 那他的越多越強 然後 今天謝謝大家來參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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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來 謝謝大家